最佳新聞節目獎得獎的是 數位天空新聞 從朱立倫市長手中接下獎座 第八屆新北市有線電視精彩獎榮耀展開 數位天空勇奪最大獎最佳新聞節目獎 連續第二年蟬蓮寶座 展現對於新聞節目內容的用心 以及製作上的高品質 數位天空秉持以在地視角 關心在地視的精神 為民眾傳遞生活相關的大小事 本次得獎除了要感謝新北市府與評審團的肯定 數位天空也將會持續努力 為所有觀眾帶來更多優質的新聞節目內容 那我要非常謝謝我們新北市有線電視界者 對於我們新北市真的是一個付出非常多的 公共頻道也好或者是社會責任也好 大家做了非常多 那另外一點就是培育了非常多的 優秀傑出的人才 跟我們所有業者推動的我們精彩獎一號 或每一項的重要 我們共同為我們的社會責任 我不能代替他講話 但是我相信我們侯市長一定會把我們 這些精彩獎能夠更洪洋光大 更發光發熱 更多優秀的人才培育出來 更多好的精彩的節目 對這個社會能夠予以洪洋 謝謝市長在最後任期頒獎給我們數位天空有線電視 謝謝你們的掌聲 我想把掌聲獻給我們的新北市政府 謝謝他們舉辦這個活動 可以讓我們來參加比賽好嗎 藉由你們的掌聲獻我們新北市政府 那另外呢我一定要點名一下 感謝我們最親愛最親愛的主管林希亮副總其他 給大家一個掌聲好不好 謝謝還有我們中家其他的主管 對我們新聞節目這邊的支持 感謝大家 謝謝謝謝 本屆新北市精彩獎 總計有14家有線電視業者 共75件作品 角逐9個獎項 數位天空更是一口氣入圍四大獎 除了拿下最大獎最佳新聞節目獎外 也以我們吃了一條河入圍最佳新聞專題獎 及最佳新聞採訪獎 點亮新世界入圍社會公民面節目獎 其中在以紀錄板橋河流故事的 我們吃了一條河成功獲得最佳新聞專題獎的肯定 那當初我想要做這個題目是因為 真的想要關心這塊土地的母親之河 到底能夠影響的板橋 到底什麼樣的程度想要了解 並且想要把這個資訊告訴給很多的板橋在地的民眾 因為甚至很多在地的板橋人 都不知道有這一條河的存在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能夠做這個專題 我們也感到非常的榮幸 也想要知道說是要和對我們的重要性是什麼 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為做更多的專題 謝謝大家 新北市精彩獎 除了給予有線電視從業人員發光發熱的舞台 更是希望有線電視能夠發揮守望在地的角色 以細膩的視角記錄新北市的精彩故事 為了我們共同生活的城市一起努力 為了我們共同生活的城市一起努力